来看这种现象正不正常 客户在进来的电缆线 主线 装了这么一个 也叫什么 零续电流护感器 在电机运行的时候 它会显示漏电电流 在电机不启动不运行的时候 漏电电流是0毫安 它这个电机功率比较大 采用了软启动 这是一个旁路接触器 是控制电机的 这是背面 正面 这是一个软启 软启 下面接着是电机 这三个电缆线 它这个功能原理是软启动 先带动电机 启动运行 几秒钟以后 后面的接触器吸合 带动电机运行 那就先启动先电机 看这个漏电电流是多少 马上就对这个电机启动一下 这是有地线的 主地线排 下面那个是电机的地线接过来的 两千多毫安 二点几的几安的电流 三点三安 这个电流 我掐的是电机地线的电流 这个是进来主线的地线电流 地线电流 三安多 剩下的还有一些什么水泵啊 风机啊 这些地线 它这一个电机一个地线 一共三个电机 接了三根火线一个地线过去了 所以说测的这一个 这根线上的电流 是电机回来的地线上的电流 也是电机外壳带的电 对地线放电的电流 电流不一样 护感器显示一千多毫安 但是我测的是五点七安的电流 您说是怀疑电机漏电不好吧 三个电机 看看其他电机 这边还有一台在运行 看看这一台的电流吧 它这个没装那个 零续电流护感器 这个电流五点一安 这是线圈在漏电吗 看一下这个大电机 三项一部电机 看看多少千瓦 一百六十千瓦 这是一百六的电机 它运行起来怎么那么高的漏电电流呢 那这种线像这么正常呢 看一下现在的电流五点七安 是正常的吗 那就停机测一下线圈 把这三根电机线 从软启动上拆下来以后 用表测一下 看看有什么反应 直接用层次开挡 对地线来测 看一下表征的反应 就像测电容一样 有个瞬间的充放电 再导一下表笔 再测一下 再看一下 三项都是一样 有一个瞬间的充放电 不导表笔测的话 没有没有充放电现象 再看旁边这一台电机 一测 表真没反应 然后把两个表笔倒一下 黑表笔测接地 红表笔测电来线 也会有一个瞬间的充放电 像测个小电容 这是用紫针表 如果用摇表呢 用摇表一个夹的加电来线 另一个夹地线 看一下 表笔瞬间到零 然后又到无穷大 和紫针表那个瞬间摆针 差不多 再看一遍 一摇 瞬间 表针回摆 然后到无穷大 它这个电机是不漏电的 电缆线也不漏电 再来看一下紫针 和摇表那个现象 看 一回摆 然后到无穷大 你看我找了一个安柜电容 测一下跟那个现象像不像 测第一下 摆动幅度小 倒一下表笔 摆动幅度大 再倒一下表笔 和刚才测那个电缆线 现象一样 这种现象不好解释 但是我觉得是正常的 再来看一下电机运行的三项电流 这一项 230安 看第二项 236安 再看第三项 233安 三项电流之间有偏差 相差3安左右 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三项电机大多都有偏差 只要偏差不是太大都可以的 这种电流不一样有什么影响吗 其他的电机在测 240 看这一项 236 也是有偏差的 所以有的搞不懂了 电机一直正常运行 那电机外壳 对这个接地 有一个6.7安的电流 这个和三项线圈电流 不一样有关系吗 所以还请董行的师傅 在评论区给多多指点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 跳哪个爪呀 这个爪摞了 这是单独带那个机器的吗 那就看机器 哪一台机器 这是一台几束机 这个设备的电扎都拉下来了 那头的露点保护器还是跳 我说是你设备的问题 反正它有一个杂 它就是 其他杂子不开吧 就开它这个车 它就不跳了 虽然老找了 零线 还有电 不是还有电 它还连着 拆掉这个阻链 一支标笔擦设备的外壳 另一支标笔来测这些分零线 与外壳 表正一百刀头 这个漏电非常非常严重 要不然那个漏电保护器 不会在这头都拉闸的情况下 还会跳 零线漏电严重 自看一眼 跳闸的是总闸漏电保护器 我就一头扎到它设备这里 去擦设备的问题 嗯 它们感觉很不理解 因为像它们这种设备 有加热管 很多都是加热管 出问题的多 所以我还是怀疑 加热电路的问题 看了一圈 我决定从漏电这个零线开始擦 这么多零线都压在了一起 当然应该不是 所有的零线都漏电 我要拆掉这个接线头 还是一支标笔插扎的外壳 测量 零线端 现在显示还是漏电 也不排除零线它有回路 测量拆下来这些线头 这一路一摆到头 其他都有轻微的摆动 就这一路 这一路 H2N这一路 看看 捋一下 兄弟捋一下这个H2 这一路 H2 加热电路去设备里边去了 去看一下设备后边应该有接线头 这个地方有出来的线管 线管进了线盒 打开这个线盒 看到了H2N这个线头 在这里测一下对设备外壳 看是漏不漏电 表针一摆到头还是那样 漏电很严重的 顺着这个加热管线找 就是找到漏电的那组加热管 这个能打开 这有个盖打开 能看到里边的加热管和接头 是不是线破皮了呢 还是加热管本身漏电呢 先巴拉一下看看 这些加热片接线柱 这一路也是从这接过来的 都是接在一起的 那就拆掉这个加热片 有可能是这个加热片漏电 拆掉以后测量 不漏电 现在是不漏电 那是不是这个加热片漏电呢 测量一下这个加热片 与设备外壳 也是不漏电的 这就很奇怪 拆开以后就好了 是不是动到了哪根线 那个线有泡皮的 确实这一块有 有泡皮 但是没漏出里面的电线同丝 那漏电的地方在哪呢 再确定下加热片 与设备外壳 不漏电 那这块电线有问题吗 是破皮膜到外壳了吗 现在在测量 原来漏电的这个线路 与设备外壳 现在不漏电 反复看了 这个线皮没问题 漏电的在哪呢 很奇怪 把这块破皮的线 给套了个腊管 做了个绝缘 突然发现 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这个盖 在往下盖住的时候 它会碰到里面这个接线柱螺丝 盖是个铁的 正好能碰上 导致这个接线头 与这个铁盖碰在一起 在这个盖上很明显能看到 这一个点 就是与零线 与零线端子接触的地方 这个应该是零线端子 要是火线就直接打火爆了 这一块怎么处理呢 往上一盖就碰上 先给它垫上几层绝缘拉管 做一个防护 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设计的时候不可能是这样设计的 虽然把螺丝上上以后 再测量这个线是不漏电的 但这种现象以后还可能会出现 这种故障几年以前我处理过 它这有个螺丝 固定这个风机壳的 这个螺丝松了以后 这个风机罩会往下滑 所以要把这个外罩往上抬 先把这上面两个内里角螺丝一松 然后把风机这个外罩往上提 里面的加热管是不动的 这个铁盖与那个接线柱 就离开了一段距离 但时间长了它还会下坠 所以这是个隐患 下面看能不能垫上块东西 不让它下坠 关键得把这四个螺丝 狠狠地紧一下 紧了应该就没问题了 它这个固定的力量是可以的 它原来的螺丝固定的不是太紧 这样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 再测这个零线与设备外壳 漏电的现象没了 然后把它原来的总闸给换上 把新的换下来 它这个不是电闸的问题 它不会再挑了 原来是一合闸就挑是吗 不是 原来是你这么让它 它喝不上 一喝一球 就赶快去喝不上 喝不上 喝着送电了 好了故障排除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谢谢大家 什么东西 开词 欢迎 点小ета 点小的 噢 点小火 点小火